又是新一集的時候啦 我們在布魯日回來休息一天之後 今天終於跟大家去這個首都布魯塞爾一日遊啦 沒錯啦 其實布魯塞爾這個城市跟之前的兩個小城是完全不同 沒錯 我們也是用一日的時間招牌地帶大家去遊遊一些最重要的景點 今天很好啊 前幾天天都不是 這麼理想 今天又是藍天白雲 出發啦 我們很快來到第一個景點啦 我們身後面這個景點呢就是傳說中的 Manicun Peace 就是尿尿小童 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小朋友拿著自己的JJ 在小便 就是這個啦 就是源自於比利時的 有趣嗎?拿著JJ的小便 是小朋友就有趣啦 那在這個Manicun Peace旁邊呢就有一條大街啦 之前說過啦 比利時說出名的東西呢就是啤酒 有朱古力薯條和Waffles 而在這條大街呢就找到所有的特產了 對啦 那兩邊呢都是很多這些很有特色的窩褲店啦 還有朱古力薯條和朱古力店 還有呢這個很重要呢 經常都用那個尿尿小童的Manicun Peace 去做一些招來啊 全部都有那些 用它的銅像來 對啦 周圍去擺那個 例如有一個朱古力的它 有一個 在吃Brawfus的它 是啊 那其實呢 旁邊這條大街呢 愈不愈直行呢 就會去到我們今天要去的第二個景點的啦 那就是這個 我見到了 這個叫什麼名字 布魯塞爾廣場 是啊 那前面就是一個很旺的一個廣場 那但是 我們走不走到它啦 VLOCK著 可以了 那你先說話 好了我們到了 這個就是這個布魯塞爾的廣場 這裡叫做布魯塞爾大廣場 叫做 好了 來到 來到廣場 也很厲害的啦 但是呢我們覺得最重要呢 我們再走前一點點 其實這裡呢 這個廣場真的超級厲害的 是很美的 它所有建築物都很美 我覺得它們全部的建築物都是同一個格調的 對 不像以前那些很多 對 它這裡呢 就是被譽為 想當年發覺一個很偉大的私人雨果 這個聽過啦 那這個發覺私人雨果呢 就把這裡稱之為 是全個歐洲最美的廣場 有什麼東西可以進到呢 啊 其實 應該大部分都可以進到 但是裡面應該沒有東西看 應該裡面都是一些商店 那些什麼 那我們就自己私人走一下 如果得意就走一下 先走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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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在剛剛的廣場呢 左上角呢 有一條超級小的小巷子 走大概30秒左右 就會來到後面這個 我們今天第三個景點 叫做 沒錯 貝爾長廊 那呢 我們一邊走到一邊說 那它呢 是一個圓拱型的一個長廊 裡面兩邊都是賣一些 珠寶啊 首飾啊 還有一些小咖啡店 那樣 有點像 米蘭 對啦 米蘭那個 那個圓拱那個 忘記叫什麼名字 對了 就是一些名店街這樣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進去 為什麼要進去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挺有趣的景點 對嗎 對嗎 雖然與我們無關 我們有強勁的 購買力 好了 不說了 我們又走一走 好 剛剛呢 其實因為貝爾長廊 真的很長的 所以它分了兩節 中間呢 有一條小路 就叫做寶鳥街 其實兩邊呢 全部都是一些 很貴的高級餐廳 來的 那我們轉進來這個 佈長街呢 就看到很多人在裏面拍照 拍什麼呢 不知道 對啦 那這裡就是一個很 以噁心而出名的景點 就是叫做 Janica Please 那就是呢 除了尿尿小童之外呢 那因為這裡有一間餐廳 想偷尿尿小童的光 所以就製了一個尿尿女童 但是因為呢實在太噁心 太噁心的關係呢 所以 而被人發現了 而被人稱之為一個最噁心的景點之一 大家看看先 它這隻哥布林多個像個小女童 都挺北雅的 那就是不斷醫帶大家進來看看就算了 那我們就繼續 不然大家來到東京的銀座 是不是很興奮呢 跟我帶一齊 跟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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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走走走 其實是我們覺得 這裡有點像 不像 不像 比利時 有一個很大的商場 對呀 一條購物街 所以我們就決定開個vlog 跟第一拍了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內容 其實購物街什麼好拍 只不過是想讓大家多些機會見到我 對 那是 你真正確嗎 哇 這條一看就知道這裡是 商業購物街了 一看就知道是全國路塞熱最貴的一條街 真的喔 一看上去前面好像 還有大家有沒有覺得 已經很不給你試了 你看前面最盡頭的那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最盡頭的一個極度的雙下呢 很有feel 是嗎 那大家還想說些什麼 大家都不太想見到你了 我想 那我們就繼續走吧 好嗎 你遮遮鏡頭跟大家說拜拜 喂 走著走著我們就走到這個 身後面這個就是比利時漫畫藝術中心 其實這裡都挺隱蔽的 你看周圍 是沒有什麼人 好像沒有什麼遊客式 不知道動我的手 是嗎 不知道 沒有什麼人不知道這個地方 其實比利時有很多不同的漫畫都是這裡出品的 例如 藍精靈 還有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看過 丁丁力險記 都是比利時出產的 那所以呢 裡面這個 一樓就不用前面 所以我們也要進去看漫畫 看看有沒有童年 你童年有看這些漫畫嗎 沒有啊 你帶大家進去呢 還有牛仔呢 有人記得是牛仔這件事 唉唷 暴露了年齡 這就是 這就是 藍精靈的衣服 這裡像一條 那些商業界多一次 好嗎 是嗎 是嗎 你看看這些漫畫的東西 你看看 其實除了他之外 好像 沒有東西是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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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沒有怎麼看過 對 我也沒有看過 對 我也沒有看過 上面就是要付錢的Museum 有什麼人來的 那我們是 去大學的書店 你看這個又不知道是什麼 你要不要進去看書店 如果有人是喜歡這些的話 真的來這裡應該都很開心 我小時候都很想有這些玻璃櫃 去Display自己喜歡的公仔 我們那個童年是會有什麼公仔 草蜜當勞 那些 Waddup 對 還有那些 有很多系列的 開心樂日餐 還有一些可樂杯 我想這裡最出名的主要 那些人都是看男性的 嘩 看不看得明白 當然看不明白 其實以前看故事書 都不可以看得明白 都是看 看這些都是看樣子 都不會看字 都不會看字 小時候都不懂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對 好 我想今天就 這個書店 就這樣想一下 我們又去 下一個景點了 好不好 好 準備 go 這個就是聖 Michael的教堂 他是十七世紀的教堂 其實他是比利時 布魯塞一個很重要的教堂 因為所有的皇室 宴會 賓禮 葬禮 葬禮 都是在這裡搞的 我覺得他的外形有點像 巴黎的聖母院 其實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布魯塞爾 都幾少見到教堂 在附近 對 所以如果這個 勒尼舍是一個教堂的話 相信都是 很重要的 對 很重要的 那我們 進去看看 不知道他收錢呢 我先戴上頭髮 戴上頭髮 如果收錢我們不進去 看看 好像 不讓狗 不讓吃東西 不讓你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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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鏡頭 我們沒有鏡頭 我們很會 找到 我們很會 我們很會 找到 我們很會 像 在這裡 我們很會 和我們很會 彼此 我們很會 有看我們影片的人都知道我們很喜歡走公園 我們走完布魯塞爾版的巴黎聖母園之後 我們來到公園了 我們一起問一下梁哥這個公園叫什麼名字 公園叫什麼名字啊梁哥 這個公園叫布魯塞爾公園 這個公園其實很厲害 這個公園是布魯塞爾最大的公園 重點是周圍附近有布魯塞爾最重要的政府機關 比如比利時議會、美國大使館和美國大使館 全部都在這個公園附近 而來到這個公園的話 最重要的地方是只有一個 哇 我還沒說 那不是假的 那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什麼名字 布魯塞爾王宮 這個布魯塞爾王宮 這個布魯塞爾王宮很厲害 但沒理由我現在講完 一會兒我講什麼呢 很興奮我們可以去王宮 其實前面那個就是 之前我們在蔡惠尼亞的王宮 算了我們去十萬幾個王宮 對 給你十幾歐入的王宮 這次的王宮不用錢的放心 只看的 到了 到了到了 這裡應該沒有車 這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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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邊 如果是跟英國一樣 如果是這裡的 比利時的王室旗的話 證明國王在家裡 那沒有證明國王 不是家 現在是不是家 不是家 沒錯 所以呢 我來也不知道 這個也不叫他家 他也不是住在這裡 證明他在這裡 他是住拉橫城 那 你看 好像沒得進的 你說不用錢 不用錢 因為你也沒得進去 那邊洗給錢 沒得進去就不用錢 我們周邊走走看 不是啊 但我發現了一件事 我發現了裡面 現在是全部黑了 沒有開燈 看到嗎 但是他有都有士兵 照著手 士兵在哪裡 我看到了 裡面是黑媽媽燈 都沒有開 好像 那些 山族門的餐廳 那樣 但是 那邊 你應該看不到 有個士兵 真的有槍在這裡 你先做著那個士兵 好吧 好 他 我不懂怎麼說 有點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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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喂 今天呢 玩了一整天了 由早上呢 我的天開始有藍天 萬里無雲 到現在呢 已經 陰了天了 沒錯 準備要下雨的感覺 然後呢 我們身後面這個 庭院 就叫做 藝術之休 好 比利時呢 我們大大話話 大大話話 來了 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過多兩三天 我們就會離開 是的 我們 比利時之旅 其實是開心的 因為一來可以 見到以前 在希臘狀島的 Philip娘夫婆 二來就是 我們 比利時去到很多個城市 也不很多個城市 都有自己能吃 所以 充實的 那我們呢 下一站 嘿嘿 乖 再見 拜拜